歡迎您收看頭髮奇想 我是山又齊 川普不認輸 動作頻頻 就是要告訴全世界 我還是美國總統 我還在 所以川普直接用行動 警告中國 不要想在這個時間 趁虛而入 輕舉妄動 因此美軍這幾天 是精銳進出 左道之處 幾乎都見指中國 所以我們昨天特別提到了 這個中國方面 連戰狼外交部發言人 都向這個美國求饒了嗎 不過當然了 中國最擅長完的 就是兩面手法 這一邊求饒 這個跪美國之後 馬上轉過頭來 國台辦的親口證實 確實中國現在 正在擬一份 這個台獨的頑固分子清單 而且中國官媒 還恐嚇台灣 說現在離這個 算帳的日子不遠了 不過中國到底要 怎麼跟這些台獨分子 來算帳呢 這個歐洲針對了13個國家 做了一份最新的民調 這民調的內容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13國的人民心目中 觀感最差的就是中國 對比台灣現在在歐洲人心目中的形象 那真是天差地遠 更何況台灣還有那麼多座的護國神山 除了台積電之外呢 今天一份最新消息 美國SpaceX的這個太空計畫 原來背後呢 三家關鍵的大廠呢 都是台灣的大廠啊 那這個太空計畫的重要性在哪裡呢 它是攸關全球未來的6G發展喔 所以呢這就算拜登上任了 美國能夠不需要台灣嗎 更何況呢美國的國務院呢 這兩天呢突然公布了一份抗中報告 厚達70頁啊 裡面呢主要呢就羅列了 美國對抗中國的這個十大任務啊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國務院這個時候公布這一份報告的目的何在呢 外界都認為就是要阻止拜登在未來 如果可能上任的話上任之後呢 甚至拜登呢可能對於中國 希望改善美中關係的這一種想法 他都要把它給斷絕掉 更何況呢同屬於民主黨的兩位前總統 包括了歐巴馬最近出了一份回憶錄 回憶錄的這個內容呢 闡述了歐巴馬最近對於這個中國態度的 一個大轉變喔 甚至呢歐巴馬的結論就是 如果中國再不改變 美國就必須報復中國 更何況呢向來被認為最親中的柯林頓 對於中國的態度都180度的大轉彎了 那大家也要問啊 民主黨的這兩位前總統的態度都變了 那拜登呢 好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人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民進黨立委王丁宇 又齊大家好 武黨集台北市議員中小平大家好 資深政人記者尚一夫 大家好 實際評論員楊石秋 又齊大家平安喜樂 資深政人記者中年華 又齊好大家好 好我們就先來看喔 這個剩下十個禮拜的這個任期喔 川普現在到底會做什麼事呢 哇川普的動作可多了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川普最後十周呢 還在持續的集結各個國家 要組成一個抗中集團喔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出訪歐洲的時候呢 就強調如果放棄了結盟抗中 那大家有一天都會淪為中共專制政權的殖民地喔 但是呢這個被中國官媒央視啊 痛罵這個蓬佩奧說是人渣腳屎棍 賭紅了眼的這個流氓賭徒之後呢 蓬佩奧超霸氣 他說你繼續罵我繼續制裁中國喔 而且呢連這個德國的這個媒體喔 還有德國的人民呢現在對中國呢 都是厭惡至極喔 德國媒體這個商報呢 甚至呢提醒大家喔 說歐洲呢絕對呢不能夠 這個防疫這個抄襲中國 那就慘啦 那一些讚揚中共防疫的人喔 大家別忘了 早期武漢是有多麼的悲慘喔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果拜登將來可能上任之後 他會面臨這樣的內憂外患喔 他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喔 首先對內呢現在呢美國最大的民兵組織呢已經放話了 他們拒絕承認拜登當選喔 好那對於中國的問題呢 拜登呢在最近的一場記者會上呢 他則表示呢 他會跟其他國家聯手貿易制衡中國 但是又怪了 他說不追求懲罰性的貿易政策 而是要讓美國工人更具競爭性 確保各個領袖跟工人在貿易協議的時候 都在談判桌上 但是他又說 把手指戳到盟友眼中 卻去擁護獨裁者 對我來說毫無道理可言 很多人也在問 如果拜登不追求懲罰性的貿易政策 那中國憑什麼要怕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呢大家都不信任拜登的情況之下呢 都急著給拜登意見喔 但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位跟拜登同屬民主黨的美國前總統 柯林頓 以前都被認為他超級親中 可是呢 現在看起來他態度轉變了 為什麼呢 他說習近平呢 因為想當一輩子的皇帝 他就顛倒了美中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呼籲拜登要結合其他的盟友 好好的跟北京過招挑戰北京才對喔 另外呢 呃也是在這個美國政壇 相當重量級的人物 也卻是屬於共和黨的 美國前國務卿 季欣吉 他則呼籲拜登 說呢川普呢 因為跟中國摩擦不斷 所以呢拜登應該儘快修復 跟北京之間的聯繫 否則會爆發第一次事件大戰 等級的這個衝突喔 好 那看起來 柯林頓跟季欣吉的看法不同 拜登到底會傾向哪一方呢 而且呢季欣吉說呢 拜登應該儘快修復 跟北京之間的聯繫喔 我們看到美國媒體希望之聲呢 就爆料 說拜登的急著組政府的過渡團隊 當中的成員 竟然呼籲要加強中美科學合作 來對抗疫情 甚至呢還吹捧 中共控制病毒的這個透明性喔 甚至呢這個南華早報 其實之前早就報導了 說民主黨啊 可是主動積極的 跟這個中國來聯繫 希望呢這個跟中國呢 趕快的這個恢復這個關係 真的是這樣嗎 問一下這個學尾啦 柯林頓跟季欣吉 兩個都是美國政壇中央級的人物 可是他們 對拜登的呼籲 其實方向是不同的喔 那你怎麼看拜登會傾向於 什麼樣的抉擇 因為季欣吉是屬於老一輩的那個 那個以前的政治人物喔 所以他現在 他講的話影響力會比較弱 那可是大家注意到說 現在柯林頓跟歐巴馬 他最近講的話 有沒有柯林頓講的這一句話 他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當初他為什麼會 我昨天也提到說 之前他們所謂民主黨的政策 就是對中國是一個接觸政策 對不對 我要跟你接觸 我要從中改變你中國 對外的一些政策 或者從裡面改變你的體質 因為當初他們會覺得說 你看從胡錦濤 過渡到習近平的過程之中 他們的國家主席有任期制 而且是兩任 一任五年兩任 對不對 他順利把政權移轉 所以他們那時候 柯林頓那個年代 他是覺得說 中國有可能從內部改成 民主政權嘛對不對 至少你就維持一個 共產主義的外表 可是你裡面實質上 你還是有一些任期制 有一個限制住 那往後 往民主的方向走 是有可能的 所以柯林頓那個時候 是覺得說 我們應該有接觸政策 我要跟你中國接觸 我要從中國 十字的改變你的體質這樣 可是後來柯林頓 他現在發現 他告訴大家講說 習近平想當一輩子的皇帝 對 很明顯嘛 而且顛倒了美中關係嘛 從裡面獲得太多的利益 所以他告訴拜登說 你上來之後 你要發揮你的外交專長 你要聯合其他盟友國家 好好對付北京 對 要對北京來圍堵 來進行一些商談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這個接觸政策 轉為強硬 這是柯林頓 至少他是民主黨現在 前總統嘛 他在民主黨裡面還是有 舉足輕鬆的影響嘛 對 好 那是柯林頓現在的想法 因為他也視清楚 因為看清楚說 習近平就是想當皇帝 你要讓他改變成民主的話 已經是背道而馳越來越遠 好 那接下來最近歐巴馬 也寫了一個回憶錄 對不對 那歐巴馬是繼柯林頓之後 民主黨裡面的總統 對不對 歐巴馬他在回憶錄裡面講什麼 他的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中國常常因我們 對不對 他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常常因我們 他講那個洛家輝的事情 對不對 他說那時候台湾代表的時候 竟然中國還派人 去他的房間裡面 去偷看他的一些資料 翻他的資料 對不對 美中貿易在談判的過程之中 你竟然公然的派人 到他的飯店裡面 去他的房間裡面 偷他的東西 偷看他的東西 你不覺得這就是柯林頓 歐巴馬嘴巴講的說 中國常常因我們 對不對 而且他也解釋到 當初他為什麼會跟 中國大陸合作你知道嗎 而且會跟他在一起 站在一起 因為2008年 他在任的那個年代 剛好是遇到金融海嘯 那金融海嘯發生的時候 他不逼得 他不得不跟中國合作嗎 因為你兩個合作的話 才能夠把這個金融海嘯渡過 那你如果不合作的話 那兩敗俱傷啊 兩個人都喪事慘重啊 所以他就想說 如果換作是現在這個階段的話 那歐巴馬他如果當總統 他的政策也是會圍堵中共嘛 也是會跟中國打那個貿易大戰嘛 所以他提出這兩個人提出這種說法的時候 那你拜登要不要跟隨 好啦那今年民主黨的黨綱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裡面 黨綱裡面也刪除了所謂的一宗政策 他就告訴你說 全世界裡面不是只有一個中國了啦 對不對他至少他不承認了這個嘛 而且他告訴你說 他們那時候訂定了一個問題 一個法案叫做美國領導法案 他就是告訴你說 美國要重返世界舞台 而且要在這個世界舞台上 我要領導世界各國 這就是恢復美國的那個霸權主義嘛 他覺得他的地位已經受到了影響 那你覺得說民主黨現在已經告訴你說 他的黨綱已經刪除了一宗政策 那你未來為台灣呢 對不對 你刪除了一宗政策 不就是因為要對台灣做一些幫助嗎 一些接觸嗎 好啦那我們如果是這樣想的話 那或許也說得過去啦 可是說實在話 現在美國整個氛圍啊 就是極左派因為到處三風點火啊 對 所以他們告訴你說 他現在打中的政策 變成說他們未來四年 而且是下一屆美國總統 最重要的一個選舉政策 所以維中的情勢會不會下去 對 因為我剛才之前有講過說 以前美國政府是所謂的接觸政策 還有一個保護模式對不對 那你拜登上台之後 你要走回去 因為他以前他的習慣 他的外交領域 他的那個年代 他只想到說就是接觸跟保護模式 那保護台灣嘛 讓台灣有智慧權嘛對不對 好那問題是你拜登上台之後 你這個模式會不會框架裡面 你跳不出一個新路來 你如果今天走不出一條新路的話 那拜登有可能會做什麼事情 他可能就會川歸敗隨 就是你現在川普訂定的任何框架裡面 我拜登就從裡面選擇 我應該要跟隨要繼續做下去的事情 有可能 這個可能性非常的高 那可是我比較擔心的是 拜登他現在找了一些人進來之後 大家之前也知道說 他的影子內閣就是過度的政府有沒有 他裡面的很多成員都是歐巴馬時代的 那歐巴馬時代大家也知道 他是親中政策最有名的嘛 其中有一個就最有名的 叫做梅斯芬的對不對 他是歐巴馬時代 國家安全和國際事務的一個成員 國際事務部的一個成員 他竟然現在在呼籲說 中美之間要加強科學合作 尤其在疫情上面 對我就覺得說你真的 歐巴馬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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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疫情你講其他話 我就算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很擔心的事情 就是你用的這些未來的內閣成員 有沒有 你的框架 你的腦袋裡面的思想 還是想到以前停留在以前舊時代的階段 你走不出新路的過程之中 你當然又走回去過去的老路嘛 那你就覺得說 你挑不出親中的框架之後 那拜登有可能嘛 其實我說像 包括現在德國媒體也講 你在疫情上面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不透明嘛 對 要學學台灣 為什麼 因為台灣就是因為不相信你 覺得你的東西 你講的任何事情都是不透明 都是你自己蓋在那邊 自己那邊玩 所以你要看清中國的真相 中共的真相 還有我就跟你講說 習近平今天他出席 APEC工商領導人的對話的時候 他又在講幹話你知道嗎 他講說亞太地區區域經濟合作要深化 他都不搞脫鉤 他之前不是要內循環嗎 是啊 現在又不搞脫鉤了 接下來告訴你說不走回頭路 不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 他最會搞小圈子了 對啊 那你不是一帶一路 你不是找那些非洲小國家嗎 你不是統領了一堆小國家 當你的好啊 而且台灣 你說不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 那台灣 一個RECEPT 台灣就被排除在外了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講的這些 所以我形容他講的都是幹話 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應該學學印度 印度其實他現在加強跟台灣之間的 一個國際關係 印度如果跟台灣 如果加強我們的雙邊關係的話 對國際縣市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強心針 對台灣來講 真的印度總理莫迪怎麼講 對抗中國印度跟台灣 這個不可分割 對啊 我就跟你講說你看 現在的印度 13億人口 跟你中國差不多 你14億我13億就差多少 而且現在包括你看三星有沒有 跑得好像飛 台商也是各種外資企業 可以從大陸撤出的話 第一首選是哪裡 當然是印度 印度他們也準備好了 他們加強現在有所謂的什麼 申請管道單一單一窗口 就是你來申請 我馬上就核准批發 就可以讓你馬上來設廠 解決了很多的阻撓對不對 而且莫迪他講說 台灣印度不可分對不對 他最有價值 他在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的時候 當面像習近平說 你要尊重任何的什麼國家的主權跟領土 對不對 他槍習近平 好嚇死 而且他要告訴你說 在金中國家峰會的時候 要嗆WHO說辦事不利 為什麼 因為你做任何事情都看中國的意思嘛 真的 所以就跟你講說WHO是不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 那個莫迪他現在會這樣 因為他想要他知道說 未來的整個區域發展 已經會從全世界擴散 一直到了亞太印太地區嘛 對 那印度你要在這個地方 除了日本之外 印度他要講這個區域的強人 對他要當領頭羊之一 對啊 所以印度他就告訴你說 帶頭抵制中國嘛 對不對 他就是知道說 你只要抵制中國 對 你只要圍堵中國 很多的機會就會來到印度 所以就跟你講說 台灣現在要因應下一步的戰略 不要再一直講說 RCEP什麼東西 我們沒有加入被邊緣化 那都是幹話啦 對不對 你要看看習近平 他們現在中國問題在哪裡 發生了多少問題 而且接下來拜登 我是覺得說 拜登應該有一段觀察期 就像我剛才講的 你上來做 你能不能走出一條新路 我們政府要隨時要做硬硬的準備 他就是知道說 你只要抵制中國 你只要圍堵中國 很多的機會就會來到 印度 所以就跟你講說 台灣現在要因應下一步的戰略 不要再一直講說 RCEP什麼東西 我們沒有加入被邊緣化 那都是幹話啦 對不對 你要看看習近平 他們現在中國問題在哪裡 發生了多少問題 而且接下來拜登 我是覺得說 拜登應該有一段觀察期 就像我剛才講的 你上來做 你能不能走出一條新路 我們政府要隨時要做硬硬的準備 所以就問一下這個義夫 其實學委剛講到一個重點 不管是日本也好 印度也好 你們想要在這個印太地區當領頭羊 大家都知道台灣有多麼的重要 你看現在連歐巴馬卸任之後都醒了 出了一本回憶錄 然後呢 裡面才告訴大家說 原來當時他去中國 就像學委講 他怎麼被陰的 怎麼被中國羞辱的 所以在這個最後他的結論就是說 如果中國不改變的話 美國應該要好好的報復這個中國才對 那背後這個歐巴馬到底是一個 這個什麼樣的故事 他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他終於醒了 我覺得講一句話 就歐巴馬是不是終於醒了 其實歐巴馬任內重返亞洲的時候 去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協約 然後希臘瑞參加了東亞峰會開始 其實就已經一步一步在牽制大陸 所以在歐巴馬新書裡面 他主要談到一段是2009年 他去北京訪問的過程 其實那書裡面提到有幾個有趣的事 第一個就是說 他跟溫家寶當時的中共總理 直接講了一段話 他說中國如果你在不改選預測的話 美國將要有報復的行為 行動類似這樣的話 直接是跟中國的總理 直接是這樣講的 當然你看他去之前 他去之前 其實中國是一個 美國一直在在意的就是他的監聽 商業間諜等等的一些活動 所以他的資安幕僚 就跟歐巴馬他們準備要到 北京訪問的這一群人都說 你們要有一言一行 被監聽的心理準備 去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 去之前就告訴他們 你們要有被監聽的準備 所以你記得他那一次裡面 他帶了財政部長 蓋特納跟商務部長洛家輝去 洛家輝去 你帶財政跟商務部長去幹嘛 主要就是要跟你談貿易的事嘛 那洛家輝去當然要談貿易的事 洛家輝商務部長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嘛 好啦洛家輝有住在飯店裡面 就出去準備要開幕僚會議 就總統跟領袖之間談大 他都有一些幕僚的前置作業 去開幕僚會議 結果開幕僚會議 在途中的時候 去的途中突然發現 我有文件忘了帶 結果就回飯店了 結果你就知道飯店 你一定有個鑰匙嘛 我住這個飯店嘛 結果一打開來 突然發現裡面有四個人 有兩個服務員在換床單 有兩個穿西裝的人在幹嘛 翻他桌子上的文件 結果洛家輝就直接問那兩個人 你們到底是誰 那兩個人既然一句話都不回 就從洛家輝旁邊經過走出房間 就這樣走了 就走了 然後那兩個服務員呢 繼續換他的床單 當作洛家輝不在 什麼問題都不回答 就在那邊做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洛家輝什麼都有跟 他們的團員裡面都有講到 所以告訴他們的團員 文件上面 你最好要走全部都帶走 因為你不帶走有人會來搬 對 那其實歐巴馬還有一次去 這個中國 就是集團體 那一次在韓國是2016年 那在杭州 結果發生了一件事 歐巴馬的飛機到杭州的時候 結果突然發現沒有上下架 結果飛機下來的 它有一個階梯 上下階梯架 結果發現突然沒有 而且在哪裡沒有 我們一般大型飛機 它有兩個出入口 一個出入口是接近機頭 一個在機腹 那國際上面的重要領袖 重要領袖去到訪的話 基本上都會架在機頭的那個出口 然後鋪紅地毯 結果歐巴馬要下飛機的時候 機頭沒有出入架 沒有上下架 他只好從機腹出來 他從機腹出來 那機腹出來 已經等於說是中國已經很私離了 然後下來他也沒鋪紅地毯 然後他也把記者 美國的記者隔得很遠 然後不讓他們拍攝歐巴馬 下飛機的相片 太誇張了 所以紐約時報 當時的記者就跟中國抗議 那裡面完了 那當時的白宮安全顧問萊斯 跟副顧問 兩個人都有陪同 結果去看到這個畫面 氣死了 他要穿越那一個記者的封守線過去 結果被中國的官員擋住 不讓他們過去 那萊斯他們就跟中國的官員起衝突了 因為這是一個很不禮貌的形容 這幾乎是等於羞辱總統 羞辱歐巴馬 就跟中國的官員吵起來了 他跟官員說 跟中國的官員說 這是美國的飛機 因為空軍一號是美國的飛機 那個是我們美國的總統 中國官員嗆 這是中國 這是中國的機場 好囂張喔 兩邊就吵起來了 一路不只在機場吵 原來美中官員還大吵了一架 然後一路吵到哪裡 一路吵到了西湖的國賓館 因為歐巴馬總統來訪 他一定有隨行的人 隨行的人一定是坐不同車 一定坐不同車 他在前往國賓的過程當中裡面 經過當然你國家元首處在那邊 你的維安會有一個檢查處 檢查處進去的時候 當然歐巴馬想一下就過去了 總統嘛 隨行被擋下來 他的官員 陪同的官員被擋下來 最重要的是 歐巴馬禁聲貼戶 禁聲隨戶的車子 也全部被攔下來 歐巴馬已經走了 然後他用什麼名義 你們在不在名單位要核對 然後一個一個核對 一個一個核對 一個一個核對 總統已經走了 這個時候美國 如果這時候發生任何一個事情的話 怎麼處理 隨身官員 他的隨行保 那個保鏢 還被隔離在檢查處裡 沒有跟著總統一起走 這個在世界各國的維安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太誇張了 很奇怪的事 非常奇怪的事 因為一般來說 你會把車子標起來 那些人隨後上車的時候 就經過核定了 就那個車子過去 會跟著那個總統的車 跟著後面過去 因為我要貼身保護你過去 結果你竟然把總統 貼身維護的車子走了 又在那邊又開始吵架 所以為什麼從機場一路吵 那當然 大陸當時的很多媒體 都在幫中國講話 這一定的嘛 都在幫中國講話 說這是一個陰錯陽差 錯是在美國 美國你上下梯的時候 你要求太多 怎麼樣 結果都會說都是美國的錯 但是對不起 前提是從機頭的出口過來 是國際利益 這個不需要討論 對 這個梯子一進架那邊 也不用討論 那為什麼英國首相 Mail跟莫斯科普丁 普丁是深夜道的 你去看那個普丁參加那個 G20深夜道的相片 深夜他是深夜道的 燈光打得好亮 然後全部機頭架得好好的 然後那個紅地桿鋪得好好的 就這樣一路讓他走下來 然後媒體採訪 都拍了一清二楚 但是歐巴馬是不準的 美國的媒體是拍不到的 所以那時候 墨西哥的駐華前大使 他就說了 這就是中國給歐巴馬的下馬威 不過問一下這個石秋 你怎麼看拜登上來之後 所面臨到的這個危機 現在國內的部分 當然最大的民兵組織 不但拒絕承認他當選 而且還說 美國大概有一半的人 都不會承認拜登當選 因為畢竟川普也拿到了 七千多萬張的這個票 那另外當然就是 對於中國的態度 拜登已經講了 他不會追求懲罰性的 這個貿易政策 那怎麼去跟中國做一個制衡 剛剛這個義夫的意思是說 歐巴馬受了這樣的羞辱 他出了回憶錄 照理說拜登裡面 的幕僚 以前歐巴馬這個政府 也都經歷過嘛 那應該沒有辦法揭露中國 可是拜登的態度 又似乎不是如此 你怎麼看拜登上任之後 有可能走出一條 對中的新路線嗎 尤其其實如果我判斷沒錯 那個民兵組織 應該是叫做 3% security force 叫3%的安全力量 他是美國一個非常極端的組織 3% security force 他在 如果我記得沒錯 他說他一個月前他接受BBC訪問的 都已經講過了 一定是川普當選 英國記者問他說如果是拜登當選了 他們說他們要對付這些做假作弊的這些所謂支持者 其實台灣最應該注意的是不管台灣有多少川粉 美國如果陷入分裂對台灣最不利 對中共最有利 這也大家一定要記得很清楚 一個團結而且強大的美國才是制衡中共的力量 才是台灣最大的保障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台灣所有的老百姓必須承認一件事情 美國非要擊垮中共不可 這是他的國家利益 千萬不要認為說 柯林頓對美國對中共很好 歐巴馬對中共很軟弱 完全錯誤 各位你先看一看 一九九一年美國第四十一任總統老布希任內瓦解了當時 全世界最大的共產帝國叫蘇聯 這個時候美國非常清楚這個國家已經垮了 所以第四十二任總統比克林頓 克林頓他做了一個是強調是peacemaker 所以他做哪些事情 他讓中國大陸進入了所謂的WTO 同時他調解了北愛跟英格蘭之間的一個糾紛 最重要還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就是 他調解了以色列總理拉賓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阿拉法特見面 以及後來在一九九零年代南斯拉夫陷入長達七年的內戰 這都是克林頓軍做的 他是把自己當成一個peacemaker認為蘇聯帝國瓦解了 可是二十四一世紀開始 從美國第四十三任總統小布希 他就已經針對中共了 如果有興趣看兩千零一年的一月二十號小布希當選之後 你可以看他們當時的參議院所做的決議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時南海發生了一個他們的所謂的空中偵察機 跟中共解放軍的戰鬥機發生相撞 他直接飛到幾乎就是靠近你海南島的領空 後來為什麼沒有做 因為二千零一年大家都很清楚 September 11 九一一事件把美國整個轉向去打恐怖分子 所以才在二千零二年和二千零三年分場 分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 所以美國在小布希也就是在二千零一年 你看當時參議院的結議 看整個今天川普任內很多是當年小布希團隊的人 他們就是要把中共搞垮了 因為你威脅到美國的利益了 這不是誰對誰錯 而是我非要搞垮你不可 今天其實民主黨拜登共和黨川普同樣的 你不是你看他所有政策 你不是站在我這邊 你就在中共那邊 我們不會停止也不會減緩 直到中國共產黨被摧毀為止 跟二千零二年小布希講的話 只不過你把所謂的Global Terrorism 換成Chinese Communist Party而已 所以這個政策不是誰好誰壞 誰對誰錯 而是因為美國的國家利益非要把中共擊垮 就無同在九零年代他毀滅掉了蘇聯帝國 問一下這個小平 有個說法說川普接下來這個十個禮拜 會加重對於這個中國的出手 你怎麼看 那另外就是拜登 拜登其實也難怪說這個台灣人沒有辦法信任 我們一直有個疑問 如果你不追求這個懲罰性的這個貿易政策 你只是聯合各個國家 這個老公到底會不會害怕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現在不只是這個希望之聲說呢 在這個拜登的這個現在的成員當中 竟然還有人說要加強中美科學合作 而且呢連那個南華早報也說 民主黨現在私底下偷偷很積極的跟他們聯絡 拜登上任之後會玩兩面手法嗎 在中國這個議題上 那他又會怎麼對台灣你怎麼看 會玩兩面手法 我先講川普會硬到他下來總統那一天 因為他他還有兩席的那個沒有過半 兩席的這個參議員 他五十比四十八不能讓民不能垮掉 民主黨贏的話就五十比五十 也就兩個院都被人家收掉了嘛 被民主黨共和黨不能退此一步 既無死所 第二個他已經成立一個反中成 變成一個川普主義 他因應然就是教父共和黨 那下次會不會再選或怎麼樣 總是維持影響力總統是當不了 可是為他的利益的話他必須撐住 我簡單描述一下川普 好 回到拜登 接下來這兩個人有精彩絕倫的故事 拜登跟這個習近平 我跟你講習近平的命也是拜登救的 習近平的位置也是拜登弄的 我簡單分析給你聽 然後拜登跟習近平有多好 第一個我條列是簡簡單介紹一下 第一個二零一一年開始 一年半以內 一年半之一年 他們兩個見面了八次怎麼樣 他在當習近平二零一二年 不是接了十一月 接了那個國家領導人嘛 之前他是國家的副主席嘛 就開始很密切 就就那時候拜登是副總統 第二呢一起散步 一起打籃球 我不曉得有沒有十字緊扣 兩個都很會都很愛打籃球 到大陸 鄉村學校跟他打籃球 我說拜登第三 一起吃晚餐 我們知道很浪漫的法國晚餐 吃六小時 假厲害啊 還拉小貼心 他們兩個吃飯你才吃多久 吃二十五個小時 厲不厲害 二十五個小時 對 我不知道怎麼吃的 然後呢 那之後呢到吃完飯以後 第二天到北京啊 的奧林匹克體育館 看 以前談乒乓外交 現在籃球外交 看兩個國家的籃球 籃球隊 國家隊 大學國家隊 比賽 兩個人 然後呢 二零一二更誇張 然後啊 他不是前面 那個習近平回訪那個嘛 拜登先去大陸嘛 他禮貌回訪 到這個洛杉磯 參加一個什麼會議呢 這個是會議的 他那個宣傳帶超賤 他二十三個省 把台灣也寫進去 我們堅決 不是你的一部分 所以請你寫二十二個省 不要寫二十三個省 那美國五十個州嘛 就非常重 最重要的地方的會議 老共二十二個省 老美五十個州 州長的見面 而且習近平帶了好多的省長去啊 那這個這麼大會議裡面 你知道拜登怎麼拍習近平馬屁 你還記得這個軍中以前一個故事 就是阿扁那個軍人說 你是我的巧克力 還記得這個段 他就 那我看到當時 這個習近平是拜登的巧克力 他把他特別要下位移州長 準備下一位移最好吃的巧克力 拿拿手遞給他 有沒有胃我不曉得 就兩個一起吃巧克力 非常的甜蜜 好啊 那你會 剛剛你繼續問我說 那他是不是玩兩面手法 是 他我跟你講 你認為拜登是玩兩面手法 兩面手法 今天他心裡還是疼習習近平 當然是嘛 有感情嘛 他在那邊做生意啊 賺了不少國防的錢 第二 可是中美的對抗形勢是不會改變 可是會比川普和緩很多 我認為他還會繼續重視 中華民國的存在 跟亞太的第一島鏈的 樞紐的位置 雖然 那他同時兩面手法 一方面跟習近平好 一方面聯合全世界在搞習近平 聯合誰呢 跟印度的總理就談氣候 談疫情 談這個亞太的戰略的會議等等 第二呢 他又打給英國 法國 德國 加拿大 這些領袖 這個都正常 他很有趣 他打給教宗 全美國 他是有史以來 第二個天主教教徒 第一個是甘乃迪 第二個就是拜登 那打給教宗 連宗教方面 他也發動攻擊 然後讓習近平最不開心的是 這個這個美日安保第五條 把釣魚台納入美日安保的範圍 就等於形同釣魚台是 承認是日本的美國 這個孰可能 孰不可能啊 這是中國大陸是一定跳腳 總之 他還是全世界的圍堵 然後我認為他還是會 重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跟戰略的地位 我認為繼續保持 為友好軍售 我認為台灣當局是不用太擔心 不過等一下就問一下年晃 拜登上任之後 大家也很關心 比方說像之前 這個川普的十次軍售 一次比一次送個 就是我們買的武器 都還要更好 那拜登上來之後 有沒有辦法維持 這樣的一個趨勢 另外呢 我們看 是不是真的像小平講的 不管誰執政 美國政策最終還是抗中 像這個這兩天 美國國務院突然發表了 一個70頁 厚達70頁的抗中報告 裡面呢 大概提到了 中國如何對14億人審查啦 還有如何洗腦 這些巨大開支等等啦 最重要的是 他列出了美國 十大抗中的這個任務啦 而且你看 中國外交部的 這個發言人趙立堅 從最近的這個 川普的很多動作 他被問到說 川普接下來 要對中國下重手的時候 感覺上中國是求饶的喔 趙立堅 這個戰狼發言人 居然說 我們中國啊 非常願意推動中美關係 接下來健康穩定的 這個發展啦 你怎麼看 當然中國這個很會玩這個兩面的手法 可是大家也都在想喔 你看 川普現在這一方面在進行動作 又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 拜登現在告訴你 我對中國 我不會有什麼懲罰性的這個貿易政策 但是我會來進行這個圍堵 可是對台灣的民眾來講 如果你不用懲罰性的動作進入下去的話 你就不是要放他一條生路嗎 你怎麼看拜登的手法呀 我先從拜登最近打電話 因為前兩天我還在想說 奇怪拜登怎麼還沒有打電話給莫迪 結果昨天就打了 拜登有幾通很重要的電話還沒打 習近平普丁 這兩通電話他都還沒打 那你覺得習近平跟普丁會不會想說 拜登怎麼沒卡電話給我 拜登現在打電話的 基本上所有的國家有個共同的特徵 都是民主國家 都是過去長期除了印度以外 都是過去長期跟美國有長期 友好關係的國家 譬如說歐洲的國家 日本 澳洲 韓國 甚至新加坡等等 所以你從拜登的起手 是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他正在做他最喜歡 也是最擅長的所謂的多邊主義 就他如同他自己講的 他不要川普像一個 我們看那個電影 那個美國西部牛仔 自己帶著兩把槍 騎著一匹馬就去幹了 那拜登是要落狼來 把軍隊組好之後 組一個祭兵團再去衝 那所以我認為這個拜登 大概現在在做這個事情 那至於說這個關稅的部分 拜登上任之後 基本上應該不會馬上取消 川普所加的關稅 但是有一部分可能會稍微做一些些微調 是哪一部分呢 就是既傷美國又傷中國的那一部分 他會微調 比如說密西根 密西根州有一個汽車工業大神 叫底特律 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因為川普任內把這個中國的汽車 相關零件他多了關稅 結果也造成了底特律 大概有差不多幾千人到上萬人 做汽車零件的工人失業 所以這個部分拜登有可能會先處理 因為他覺得說這個又傷中國 又傷美國 以拜登的性格 他大概這部分他會先處理 但是其他的只傷中國不傷美國的 或是中國重傷美國輕傷的 他暫時不會動 因為拜登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我認為他上任的前一半的任期 最主要大概要幹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處理好疫情 第二件事情要讓美國團結起來 因為美國的確現在國內 美國國內現在陷入還蠻分裂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是拜登要先處理的 所以大概對中國的部分 他會先這樣子看 那最近其實美國國務院很忙 我覺得非常有趣 龐皮歐上個禮拜講了說 臺灣不是中國一部分 然後呢 又往以色列跑 而且是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 到約旦河西岸 戈蘭高地屯肯區的美國國務卿 這等於是承認了 約旦河西岸就是以色列領土了 就跟他承認釣魚台日本領土 跟拜登講說釣魚台日本領土 差不多意思 那又去法國 然後到處爬爬罩 他 龐皮歐做的這一些事情呢 其實是在鞏固川普任內 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這是川普任內 他自己以為 覺得他的做的 留給美國的一個資產 第一個 他把中東的和平終於露出曙光了 至少中東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願意承認以色列跟他建立正式邦交關係 那對中國的壓制呢 川普也在印太地區做了他該有的部署 所以呢 龐皮歐是去鞏固這些事情 等於是有些人講說畫下紅線 我不要用紅線 我是說設了一個框架 這個框框就這麼大 那你拜登將來可不可以把這個框框縮小回來 可以 拜登當然有這權利 但是你要你要花很多時間去說明這些事情 比如說龐皮歐講說臺灣不是中國一部分 那拜登如果說我不承認 那你覺得白宮的記者會怎麼問他 那你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喔 那請問拜登如何回答 他不能講yes也不能講no 所以大概基本上會維持這框架 那國務院這個對中 這個十大任務更有趣了 大家知道美國國務院 其實世界各國外交單位都差不多 外交單位通常都是最保守最建制派的 美國國務院做這個七十幾頁的這個藍圖 這個藍皮報告書是由美國國務院的政策研究院 政策研究院不是那種 隨著總統改變就換人 他是屬於美國國務院的所謂的事務官的層級 但是真正在執行政策的 其實就是這些人 因為國務卿會換人次卿會換人 這個什麼助理國務卿這些都會換人 但是國務院底下有一票 中階跟基層的國務院的官員 真正在執行政策就是這一票的人 國務院的你要講他固執 你要講他建制也可以 連川普這麼多人 他到現在都不見得能百分之百 跟國務院配合的很好 因為國務院的常常覺得說 總統你最快了吧 所以國務院由一個政策研究院 就是等於事務官層級或是一個國務院的智庫的層級 訂出這個十大任務 我不覺得拜登上任之後即使換了國務卿 會有多大的改變 因為他幾乎等於一個國家的方針 對 龐皮歐幫這個拜登的外交畫了一個框框 那國務院這個十大任務呢 就是鋪了寫了一個藍圖 就希望你拜登或是說將來的美國總統 是照這個藍圖在進行 只是歐巴馬做的沒有如川普這麼大刀闊斧 歐巴馬因為民主黨跟共和黨最大的差別是 民主黨比較重視內政 他們希望內政先弄好 然後呢 好 所以這一步路走到現在也才七八年的時間 如果你從過去的經驗來看 他每一個階段大概將近要維持二十年 所以這一步就是美國整體把中國視為主要的威脅 或是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 這個大戰略大概未來還要再走十到十五年之間 至少 對 至少 所以將來不管誰當總統 我認為這個大戰略目標他不會改變 所以對臺灣來講 這是臺灣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尤其這十個任務裡面呢 他裡面幾乎我看每一項幾乎都只都見指中國啦 但是裡面其實也有對臺灣有利啦 譬如說美國要這個加強國際組織 甚至重返國際組織 如果沒辦法的話 我們來創造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我就想到川普之前曾經提過一個低時的概念 我們現在聽過G8 G20 那低時是什麼概念 D就是英文democracy 就是民主的十個國家 如果美國真的搞低時的話 臺灣當然有資格參加 對 我們是民主 而且我們是經濟大國 所以這對臺灣來講有機會 他裡面有講到說 要讓美國的官員多學中文 那學中文當然來臺灣啦 難道去北京學嗎 對 當然來臺灣學中文 就是你可以多讓美國人了解臺灣或了解中國 這個對臺灣來講都是好事 過去很多美國人他其實並不是太了解臺灣 甚至他覺得對臺灣 還有人把臺灣搞成泰人 都連路透社都會搞錯 連這種國際大媒體都會搞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臺灣來講 是一個很好機會 那當然拜登不會每一件事情都跟川普的做法一樣 比如說剛剛又齊特別提到軍售的部分 對 也許拜登對臺灣的軍售不會像川普這麼大氣 但是我覺得因為過去這四年 臺灣跟美國 臺美軍售其實建立了一個制度 就從以前的包裹式改成逐項題要求 那我也不覺得拜登上任之後 會馬上回到以前歐巴馬或克林頓時代 說包裹式我一包的你 裡面就像我們買福袋差不多 有一些很好 但是有一些是我不需要的東西 應該不至於馬上變成這樣 因為這個軍售的內容跟實際的需求 它牽涉到整體美國的印太戰略 就臺灣是第一島鏈的中心位置 你如果賣一些我們臺灣用不到的 那你給我們不是在消耗 你自己在第一島鏈的這個戰力嗎 所以我覺得短期內不會改變 那至於說美國兩位民主黨的前總統 包含克林頓歐巴馬 現在民主黨裡面講話 有力的大概就這兩個 我覺得非常有趣喔 他們都在拜登正式上任前 我不覺得這個是時間上的巧合 我認為他們是故意挑的 就是克林頓 克林頓我是認為他大概是近二三十年來 對臺灣傷害最大的一個總統 因為他在1998年的七月一號在上海的新三部談話 徹底的傷害了臺灣 新三部什麼內容 不支持台獨 不支持一中一臺 不支持臺灣加入以國家名義加入國際組織 這個對臺灣是很傷的 對 連一個對臺灣曾經造成如此大傷害的總統 現在可能因為他發現整個國際情勢的變化 或者說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已經從韜剛養晦變成霸權攫取的情況之下 他想法變了 對 歐巴馬想法也變了 這兩個人的改變 特別是歐巴馬 因為拜登以前是他的副總統 對 所以歐巴馬跟柯林頓想法的改變 也許會他們也許是想提醒拜登說 哎 現在的時代跟你那當八年副總統已經情況不一樣了 不要拿過去八年的經驗來設想現在的情況 那我相信拜登身邊很多幕僚曾經也 在歐巴馬任內也都在政府單位服務 甚至有一部分是柯林頓時代就已經在政府單位服務 他們大概也可以去觀察到 從柯林頓九二年當總統到現在 一直到歐巴馬到現在 其實國際局勢跟中國的改變都已經完全不一樣 特別是最近歐洲幾個國家 法國總統馬克宏 都主動跟龐皮歐講說 我們要聯手來對抗中國 而且拜登跟馬克宏跟梅克爾 跟英國首相通電話 這三位國家的領導人都布約而同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要合作 要對抗中國 對所以我想拜登上來之後 雖然他過去講過的話 或說包括他兒子曾經在中國做過生意 會讓很多臺灣人有點擔心 但是我倒是覺得說 整體來講對臺灣大家不用太過於憂慮 但是有些小細節我們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因為畢竟民主黨跟共和黨 他對於共產黨的看法 有根本上的不同 這些小細節我們要很注意就是希望 這個我相信我們的外交部啦 或是我們的駐美代表處 現在大概也都在 很努力的在打聽將來民主黨的這些 整個大致上的對臺的政策等等 那基本上我是有信心的 因為現在整個世界局勢發展 其實是站在我們臺灣這一邊的 對不過問一下這個定語啦 你看現在這個民主黨內的兩位前總統 包括柯林頓包括歐巴馬 就像這個年話講 他們都突然醒了 然後對中國的態度很明顯的改變 因為他們以前實在是很輕忠 尤其是柯林頓 那現在他們改變之後 到底對拜登能夠產生多少影響 甚至會不會有影響 這一點你怎麼看 另外就是川普任期這一次剩下十個禮拜 很多人都說他會對中國下重手 但是也有人講怎麼對中國下重手 最近有一些這個 比方台灣政府的一些專家 他們就來猜拜登會不會 不對不起是川普 川普會不會突然到台灣來訪問 那如果這個時間點不會來 現任之後來的話 台灣人也很歡迎啊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 有沒有可能啊 論人來我們歡迎 但是這個東西短期內還看不到 我在回答你問題之前 我先把答案給大家看 下一步大家要注意的是這個事情 這個是Marco Rubio Rubio在2018年3月的Twitter 那時候在幹嘛呢 那時候有一個人事任命案 2018年川普已經任期快一半了 他人事還沒有任命完 這叫亞太住卿 是負責亞洲外交事務最重要的官員 那要經過參議院審核通過才能就任 那這時候Rubio呢 Rubio的說董云商他會用盡他一切的力量 讓他這個任命案不會過 那參議院共和黨過半嘛 所以他就沒有過 下面還寫兩段話 要擔任這個職務的人要知道兩件事情 一個是對中國關係的rebalance再平衡 第二個要知道怎麼支持台灣 那我為什麼要先講這個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克林頓講什麼 然後歐巴馬講什麼 基本上他們講什麼 我覺得在對美國來講 其實對台灣也應該一樣 過去的總統就不要再講了 就過去了啦 對美國來講也是一樣 可是人家至少沒有去割東割西的 他就這樣講而已 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美國超過七成的民意 認為中國是不友善的 是敵人 那做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 你當然要跟著民意走 你現在不這樣講沒朋友 你到歐洲 歐盟這一次委託捷克那個大學 做一個全歐洲的調查打分數 我印象中國人在歐洲心目中 只有34分的樣子 說這個國家很壞 深具敵意 所以這是一個民意 但我們現在檢討 我們要真正去觀察是 從民意落實到政策 拜登跟川普一定會有不一樣 那有哪些東西改不了 我們在常常跳一句話 不可逆 川普留下了不可逆的對中政策 為什麼會不可逆 當然他們現在總統大選 在他們內部的司法上 還沒有告一個段落 那我們先用假設的說 以目前來看拜登票數是贏的 有幾個不可逆 第一個制度 美國的憲法明文規定 總統的重要的人事任命 還有條約要經過參議院通過 那哪些東西叫重要人事呢 內閣層級的 商務部長啊 國防部長 國務卿 然後一直往下推 對喔 我剛才為什麼要特別講董雲商 董雲商排起來應該是第三排 他比那個什麼來過台灣的 克拉克四親還要under 所以他是排在第三列這種 屬於外交重要人事的 都要參加參議院的聽證會 那這些人事送過來的時候 參議院現在還是共和黨過半 魯比奧還在 多數都在 那有幾個人事 憲法明文規定你過不了 這個官不能就任 那當時川普派任 在參議院 港黨的過半 都搞到2018年還沒有弄完喔 那現在拜登在參議院是沒有過半 而且參議院 這個多數黨領袖 連同黨的共和黨都 都不假詞顏色的 何況他對拜登實在是 講過很多不好聽的話 所以拜登的人事任命權 要過參議院 要做很多政策公聽的時候的 公開妥協 比如說新的國務卿不管他是誰 是布林肯啊 蘇利文啊不管是誰 來到那邊一定要面對議題 請問前國務卿蓬佩奧說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來你說一下 這一說就變政策了 這一說就定調了新關係 重要而且一定問 這叫我現在講的 他們聽不懂中文 這叫必考題 再來台灣釋出這麼多的善意 也進行了經濟的論壇了 要不要開始談 不管叫BTA或FTA 是一樣的東西 這一個一個問 還有一個很精彩的 你們知道美國現在在中國 沒有大使耶 對 沒大使耶 兩個這麼大的國家 不快派台山 然後屁民我不去了 然後你罵這邊腳趾棍 美國的外交是國務卿在負責的 好那新的國務卿來 也要派新的駐中大使 你覺得這些美國參議員 會問這個要新派任的中國大使 要問什麼 你去會不會堅持跟前個大使一樣 要寫一些真相的 其他人民日報要刊 你們的人可以在這邊投稿 我們的外交官在中國不能投稿 你們的人這邊可以趴趴走 我的人要去拜訪個學校 要受中國共產黨的限制 我們的人後面有人跟著 我們的人有時候被微波攻擊 會問啊 所以在參議院設計這一個 重要人士的同意權的時候 那精彩了 就任以後國務卿開始來 我們台灣為什麼2020年台灣人覺得 一方面在防疫 我們好像在國際的中心點 我們世界第一名 國際的媒體三天兩天台灣就有在投版 然後呢自信性提升之後 多少的國際事務現在台灣都有份 連講到中印邊界的糾紛 印度人都要講一下台灣說 應該約台灣奶茶聯盟要合作 所以台灣人在2020年找到自信 而且在國際舞台上我們被看見 那接下來你看我們這一次 美國的總統大選 台灣人關注的程度到現在為止 泡茶開口又在說美國總統選舉 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現象嘛 那接下來的這一些重要人士的任命案 我提醒各位聽證會 我看找哪一台有翻成中文的 看 因為裡面的題目 台灣一定都是實體內的 一定都是重要的題目 而且過不過的了關 美國對中關係 美國對美關係 美國對印太關係 還有軍力的調整 川普政府把歐洲 中東的軍力降低 把印太的調高 這些國防部長都會問 而這每一件事情都牽涉到我們 光一個供應鏈重組 就代表未來20年 台灣要再創經濟榮景 台灣籍英卡棒 就是靠供應鏈重組 不是RSEC那個東西 所以我認為 拜登或川普是美國的內政 我們是因為關心我們自己的國家台灣 才會去關注美國總統大選 才會讚賞川普 那是因為我們在關注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在經濟外交關係的時候 一定要回到我們自己國家利益 而他們的內政 我們尊重他 我們要謝謝川普 在過去四年來給台灣 真的做了很多的突破 那下一個階段是川普或是拜登 我們都不能放棄經營嘛 我現在看到有些台灣人說 你還不夠市長啦 挺川普啦 拜登就不要碰他 我說拜登總統我們就不要碰他 但是他們有些人一直氣化 這兩位不管誰是下一任總統 新人士的任命權的公聽會 絕對精彩可期 所以照定宇的說法其實很簡單 最近很多外國媒體 都在形容說拜登上任之後 他是不得不被國際社會 推著走 所以抗中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當然拜登怎麼做呢 大家接下來聽其言觀其行 我們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但是現在國人更期待的是 這十個禮拜的任期 川普到底還會做什麼事情 這個美國媒體 甚至還酸川普 說川普到現在沒有辦法 接受這個選舉的結果 所以這幾天都神隱躲在家裡頭 是這樣嗎 告訴你川普現在動作可多了 這個老共現在千萬不能蠢蠢欲動 問一下這個學委 這個川普你看 光是在軍事上就多少動作了 我們現在稱川普叫做蜥狂 蜥狂人 蜥狂人 我就跟你講說 他的狂妄舉動真的 他一方面對內一方面對外 對內的話為什麼你知道嗎 現在他們現在有媒體在透露說 川普接下來會不會對國內 事實判亂法 為什麼 因為最近很多那個 Antifa有沒有 就是反法西斯的那些團體 還有那些黑命貴的有沒有 還在各地還在抗議啊 現在川普告訴你說 這些人全部都是共產主義者 在背後操控 對 大家注意喔共產主義者 現在在共產主義這四個字 不是跟中國畫上等號嗎 那就表示說你中國又把手伸進來了嘛 那你看川普到最後這段時間 他告訴你說剩下六十天 他不僅要告訴國內 他也要告訴共產主義者 要告訴中國 我在這六十天 還是全世界最強的男人 對不對 最有權力的男人 所以他那個時候你看 人家就講說 為什麼他會動用一個叛亂法 說實在他之前 把艾斯培給撤職之後 大家就會發現說 原來現在很多消息都傳出來 當初佛洛伊德 那個黑人被殺死的事件 不是引發所謂的 黑命貴運動嘛對不對 那個時候川普就已經講說 他要動用叛亂法 把那個聯邦軍隊調進來 平定這個叛亂 那當初誰阻撓的 艾斯培嘛對不對 那現在告訴你說 當初川普他本來用武力 去攻擊伊朗境內的核設施 有沒有 把他全部都掃平 當平掉 當伊朗全部都不見 什麼武器都不見 那誰反對 艾斯培嘛對不對 所以艾斯培被換掉之後 而且他接下來換的 那個代理的國防部長 叫做米勒 反恐中心主任 綠扁帽部隊出身的 你看那個是實戰經驗 他打過波斯灣戰爭 打過伊拉克戰爭 那時候艾斯培對抗的時候 他也有參在裡面 這種實戰經驗的人上來之後 你覺得他是不是 是個大英派 當然是 所以川普做這些動作 是不是在國內的話 有可能人家講說 叛亂法的宣佈 不是沒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聯邦最高法院的判定之後 川普現在遇到了一個 最大的瓶頸就是 雖然現在有很多的指控 說這個選舉可能有舞弊 有可能幹什麼 可是這些問題 這些證據都是零碎的 你今天沒有辦法 大到一個說 這是一個有組織 有規模的在背後 操控這個舞弊案 所以聯邦最高法院 會不會受理 現在是川普陣營最大的問題 那是在對內對不對 他可能不惜動用軍隊來 那對外咧 最近大家可能沒有發現 其實台海附近的 西南防空識別區 跟台海周邊 最近很熱鬧 很熱鬧 連續兩三天都是五架 四架五架的那個什麼 美軍偵察機來你知道嗎 哇你看RCE-135 這是昨天最新的 RCE-135 人家講說它就是千里眼 順風盒對不對 它飛上去之後 它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偵察到 把所有的 直直細細的 看清楚你的問題對不對 那兩架P-8A 海神式的巡邏機 我就告訴你說 這個巴士海峽 這個海域 往往就是他們潛艦 抓潛艦最大的一個 一個功能所在對不對 那你這個P-8A來的話 你不要以為說 P-8A在海上巡邏機 什麼都不會 巡邏機看這個字眼 好像不怎麼樣 我跟你講 它可以有五個內置 六個外置的武器掛彈 它可以掛魚插飛彈 可以掛深水魚壘 可以掛那個 什麼深水炸彈你知道嗎 所以你覺得它不行嗎 沒有 這也是有武力 隨時加裝配備 好那接下來 EP-3E這個白羊偵察機對不對 那白羊偵察機 大家也不知道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叫做高科技 高敏感度的偵察機 在方圓 它飛過來的地方 方圓730公里之內 它就好像一個空氣清淨機 把這個730公里範圍之內 所有的電子訊號 跟電子設備 跟電子磁波訊號 全部都跟那個空氣清淨機 把你過濾出來之後 再把你分析清楚說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它可以攔截監聽 所有的電子訊號嘛 所以你今天有一個人 在那邊講電話 跟王定律剛才講電話的 那起來EP-3重新飛過去 就知道你講什麼他都知道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就是 我就形容它就是 空中的偵察機 而且叫做空中幽靈 那我們講說這個CR604 這個偵察機有沒有 它這個是看起來 就好像一台那個什麼 民航的那個 民間的航空飛行器 你根本看不出來什麼 可是它是很厲害的飛機 它有高敏感度 高偵測度的那個 照相影像你知道 它把所有的地面的 海上的那個 所有的武力軍力 拍成訊號之後 馬上可以傳給 它的友軍所有的攻擊單位 很精準的馬上發動 一個精準打擊 所以你看這幾台飛機 我以前就常常詢容說 你不要看這些飛機 來這裡飛一下飛一下 抵徑偵查 它是要做什麼 它就是把你中國沿海 跟這個海裡面 有沒有這個沿岸的地方 全部做好幾次的電腦 斷層掃描 所以你現在有什麼武力 什麼武器在那邊移動 或幹什麼部署 它全部都清清楚楚 除了在台海這周邊之外 最近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美軍現在積極在部署關島 對不對 包括夏威夷群島也是 現在更誇張的是 F-22的猛禽戰鬥機 它現在也部署在關島這個地方 之前F-22戰鬥機 它出國都是短暫 因為要參加軍演 引完之後就跑了 這個是全世界目前最貴最先進的 空優戰機你知道嗎 現在竟然部署在關島 對 而且這個飛機不外賣的 它只有美國自己用 它不賣給其他國家的 開玩笑最高科技 對啊 而且這個最高科技 第五代的戰機 全部全逆中的 哇 強喔 那幾台都全逆中 你殺不你知道 我跟你講說 這個飛機出場之後 他曾經為了要證視F-22的攻擊能力 到底在哪裡 他找了F-15 F-16 F-18 這個美軍現役還在用的這些 這些最空優的戰機有沒有 來跟F-22進行一場模擬空戰 後來你知道F-22對這些飛機的話 紀錄是多少 0比144 0比144這麼強 F-22可以鎖定攻擊擊落 144架所有的美軍的 第四代的先進戰機 超強 而且你知道嗎 他在2014跟2015之間 他執行過204次的那個 單機任務 單機任務 就是這個F-22出去 他只要一台飛機 就可以執行他的任務 他在60個點 投下200多枚炸彈 可是投下去之後 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怎麼會炸彈從天上掉下來 原來就是F-22 把飛彈丟下來 對不對 好 那現在部署關島的話 你覺得 而且加上空充加油機的話 他竟然可以飛越到 整個這個台海沿岸有沒有 全部進行一些攻擊 對地的精準攻擊 好 那我們再講一下 美國最近又發佈一個 他們用標準三型 RIM-161的這個防空飛彈 反那個攔截那個 反彈道飛彈對不對 我再跟你講說 這個標準三型飛彈 RIM-161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是在幹什麼用的 你知道嗎 幹什麼用的 他是在近地超音速 他的射速度 是13.2馬赫 而且在攻擊的距離範圍 你知道他攻擊高度 可以射到500公里以上 500公里以上 而且範圍是2500公里的範圍 我就跟你講說 他最有名的是在2008年那一次 2008年2月的時候 因為他可以攻擊所謂的 近地衛星 就是你那個衛星在這邊 繞啊繞的話 在天上繞啊繞 他可以把它打下來 那你說他打衛星有什麼 難的 我跟你講打衛星才難 打衛星也難 當初他打下這顆衛星的話 他高度是在240公里的高空 而且你知道那個衛星的時速 走的速度是多少你知道嗎 每小時36600多公里 每小時3萬多公里 因為衛星在天空 它繞的速度 是以極高速在環繞 這個飆山的飛彈 就直接就把你打下來對不對 太強了 所以你不覺得這個是精準度 你說之前我們看到 這個飆山之後就發現說 那個東風21跟26系 要衝上面挖高對不對 你難道會跑得比衛星還快嗎 人家都很精準的把他打下來 那這一次就很清楚 他在馬遭爾群島 發射一枚導彈對不對 飆山也是很精準的 從它的伯克級上面的 驅逐艦上面 發射之後很精準的 就把它攔截打下來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飆山飛彈 它現在告訴你這個用意在哪裡 它如果部署在他們海軍的 巡防艦跟驅逐艦上面的話 那些艦如果開過來 在我們的西太平洋領域 這個地方部署的話 你中國大陸射出來的飛彈 可以飛出台灣海峽 可以飛出東海南海海域嗎 又掉在中國境內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今天部署的意義用意 就是告訴你說 我可以完全封鎖你的中國武力 外設了對不對 好啦那現在海軍部長 布雷斯韋特他也講了 他說未來在印太地區 要建立一個新海軍艦隊 這個很明顯 我就告訴你說 現在地區艦隊巡防 台灣海峽跟南海這個地方對不對 他已經封鎖了 把你中國的武力艦艇跟潛艦 全部封鎖在這個區域之後 他們現在為什麼要在印太地區 因為他告訴你 他要加大他的封鎖線 這在印太地區部署 這個新海軍戰艦的用意是在哪裡 就是把你從太平洋 到印不洋之間的那個管道有沒有 我現在也給你封起來 所以如果一旦戰事發生的話 我在這個地方一封起來之後 你中國所有的物資能源 進口的東西 全部都不能走這個海域 所以層層封鎖 這是他有軍事用意存在 太棒了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的話 那中國大陸在幹嘛 在幹嘛 對他這兩天他也是 宣誓他的國威啊 他有演習啊 也發佈他們的所有畫面啊 第一個他昨天發佈什麼 什麼 登陸演練 他秀出他的國產的野馬器電船 什麼 野馬電船 怎麼可以用這種表情 好像看不起人家 不是你剛才講完這麼多之後 突然這個 解放機的肌肉覺得好小顆 野馬器電船也很厲害 國產的 而且他是屬於 岩壁貪案的攻擊型的那個 那個氣電船 你知道嗎 他這個他就告訴你說 我今天要登陸演練 我今天要把你台灣給消滅 我就派這個來 可是我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他們現役的這個海馬器電船 野馬器電船 野馬器電船 21艘 21艘 如果裝滿的話可以載多少 80名海軍陸戰隊 80名 80名海軍陸戰隊 所以你全部都裝滿的時候 你要來搶攤 這也很好笑 而且你如果今天這個海馬 野馬器電船 如果你裝上他的VDA VDZ的那個戰車 主力戰車有沒有 這只能載一台 就像這個畫面 只能載一台 如果是兩棲的那個步兵 步兵的那個戰車有沒有 可以載兩台 這種肌肉好意思拿出來秀 不是他告訴你有這種東西 對不對 他現在如果要躲倒要幹什麼 我可以把他躲回來 對不對 所以他告訴你說 好他們公布這個 好我們就看一看 那另外還有一個畫面 今天又更好 他今天又公布一個 直20的戰鬥機 直20戰鬥機 直就是直升機 直升機 那直20直升機要幹什麼 他告訴你說 這好像是黑鷹直升機 對不對 那這個直20的直升機 究竟他有什麼功能 說出來嚇死你 他主要就是以後要作為 航母跟兩棲突擊艦的艦載機 他主要任務是幹嘛 運輸 後勤資源 警戒跟補給 所以他的攻擊能力是次之 那今天他發布這個幹什麼 而且他在雪域攻擊 我就告訴你說 你那個水土不服 你這個本來是要當艦載機用 你怎麼會跑到那個雪山 那個雪域的地方去飛行 對不對 他就是告訴你 拿這個去恐嚇印度 他說我們現在不是拿狼牙棒 不是用石頭 不是用那些 我們有直20的直升機 好啦那大家看看就算了 所以我剛才就講說 我們講過美軍的這些武力攻擊 這些武力我們介紹得這麼清楚 你突然拿一個野馬氣電船 跟一個直20 好弱啊 我只能笑笑 你宣揚國威的話 也不要常常露自己 卸自己的威風嘛對不對 真的下次要這個 中國要宣揚國威 拿一點好產品出來 人家美國都已經 成功神盾級都已經 在這個大氣城外面 擊落洲際飛彈了 也拿一點好看的給我們看一下 而且不要只有嘴巴講講 嚇我們 國台辦最新證實 中國現在真的在朝你 這個台獨頑固分子清單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不是惡霸 什麼才是惡霸 首先這兩天大家都在講 中聯辦底下的港媒大公報 公佈了說 中國在野裡 台獨頑固分子清單 要嚴厲的制裁 終身追責 第一個還點名 我們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人民日報 還簽字文痛批蘇貞昌 惡冠滿營 難逃歷史的審判 還罵蘇貞昌 買腦子個人算機 滿肚子政治獨知 算總的日子怕是不遠了 我們也等著看 中國怎麼算總葬 那國台辦的發言人 朱鳳蓮竟然真的 跳出來證實說 他們接下來會依法打擊 所謂的台獨清單 而且自我而感覺良好的 大內宣有什麼呢 中國官媒的海峽導報說 台灣的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最近講說 要和中國共商和平之道 他說這就是蔡英文 派代表向中國示弱 可是這個說法 蔡總統不是講了N次了嗎 而且呢 這個中共人大怎麼說呢 中共人大說 接下來呢 港版的國安法不過是個起頭 呼籲要競速完成 香港基本法23條的立法程序 內容是什麼呢 只要任何有損國家主權 統一跟國家安全的行為呢 通通要嚴厲的這個制裁 另外呢 中國對台灣的現在呢 各種國際打壓呢 通通都來了 真的是趁美不備啊 我們就來看一下 吳昭謝不過出席 跟美國國務院發行的促進 宗教部長的集的這個會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說 美國不要為台獨分裂勢力提供舞台啊 那中金院的學者李淳澤說呢 馬政府執政期間 馬來西亞呢想跟台灣簽FTV 那也被中國警告 證明了就算承認九二共識 中國也不會讓你台灣加入RCEP啦 而且呢台灣就有人配合惡霸這個起舞啊 環池才講說簽不到RCEP 你看民進黨多擔心被逼遠化 還強制鎮定啊 結果呢馬英九也講啊 都是太陽花 都是太陽花阻擋了服貌 變成台灣加入RCEP的這個半小時 後來呢 小粉紅上去洗版啊 這個還笑這個馬英九傻叉 說難怪會被台灣人拋棄啊 連這個小粉紅都不支持馬英九的這個說法啊 但是呢 呃蔡總統呢這兩天呢 其實在這個民進黨的中場會上 他有特別強調 說內外挑戰會接踵而來啊 呼籲我們這個所有的人呢 要沉著應對來保持溝通啊 那美國共和黨的參議員 杜美呢則是呼籲啊 這個美國呢應該趕快跟台灣洽簽FTA 甚至呢還呼籲 美國應該馬上邀請蔡英文總統去訪問華府啊 然後印度總理莫迪哲說 面對中國的霸權 台灣跟印度命運共同體不可分割啊 問一下這個年話啊 當然蔡總統說我們現在內外挑戰 接踵而來指的到底是什麼 說我們要沉著應對 可是你看喔 世界上的氛圍 跟對中國跟對台灣 大家都是挺台灣 而且台灣能見度越來越高 你現在問台灣 幾乎每個國家都知道 所以你怎麼看整個這樣的狀況 好那現在這個國台辦喔 親口證實喔 真的在列台獨清單喔 接下來這個要好好的這個懲罰 這個所謂的台獨丸故分子喔 你怎麼看國台辦的親口證實 國台辦是在搞笑嗎 啊搞笑 對 你要列台獨清單 請問你要列多少人啊 真的 你說好投給 就是我們對台獨的定義就是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別忘了喔 如果你是所謂的華獨 就是說你是認為中華民國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依照北京的定義 這個也叫台獨喔 只要不統一就等於台獨 是啊 那如果照前一陣子的幾個民調看起來 台灣支持統一的人 大概只佔百分之一點一 他們武統學者不是講嗎 只有剩零點三 對啊就一點一個零點三 台灣在統計學上意義是一樣的 就等於零啦 就是等於零了嘛 所以我覺得 我建議中國列台獨名單太辛苦 因為名字大陋陋長 列統一名單好了 你就勇敢的 把在台灣支持統一的名單 把它列出來 對這樣比較快 對我看看那些人 會不會跳出來說 不是我不是我 我不支持統一喔 平常不是喊祖國嗎 我覺得中國這種行為就是無聊 你真的要玩的話 我相信台灣的網友不會玩輸你啦 搞不好明天開始 我們就來辦一個自首大會啊 就是說我也是台獨啊 我自首啊對不對 那你去指列一個蘇貞昌是什麼意思 你是在幫蘇貞昌拉台身價嗎 真的有點無聊啊 不過現在全世界有 大家對於中國講的話 就中國到處在恐嚇別人 所以大家對於中國講的話 其實感覺上現在有一個氛圍在慢慢形成 就是我越來越不在乎你講什麼了 因為你常常講的都做不到嘛 譬如說他們最近澳洲不是跟日本簽了這個 日澳之間的類似像準防禦條約的這個合約嗎 對中國動力不不跳嘛 所以中國就很無聊 你又不敢由這個官方正式的管道出來說 我要對你澳洲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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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透過中國在澳洲首都坎培拉的一個大使館 一個不具名的員工 透露了一份文件 說澳洲中國呢 對於澳洲的14項的不滿 14點的不滿 那14點我就不一一講 我講了幾個比較重要的 他指控澳洲你阻止我們華為做5G的建設 我叫你來不是請貴拿油堂 然後阻擋中國的投資 再來呢指控中國的網路 說發動網路攻擊 這需要指控嗎 不是全世界都知道嗎 再來他最後他還嗆聲 他說如果你讓中國成為敵人 我就真的會成為你的敵人 說得很會 一副要開戰的樣子 還恐嚇澳洲 對結果你知道澳洲總理莫里森怎麼回答 怎麼回答 他說我澳洲永遠就是澳洲 只差後面沒有補一句 不然你是要怎麼樣 真的完全不理他 那另外一個 龐佩奧上禮拜不是講說 臺灣飛屬中國一部分嗎 對 中國的國營的中央廣播電台怎麼罵他 罵他人渣罵他絞屎棍 真的沒水準 我不曉得在中國絞屎棍 也是一個罵人的話 結果龐佩奧怎麼回答他 龐佩奧說我們會繼續制裁那些 違背人權的國家跟官員 對所以你你中國的恐嚇是完全沒有用 龐佩奧說我們會繼續制裁那些 違背人權的國家跟官員 對 所以你你中國的恐嚇是完全沒有用 因為現在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 過去可能被中國的外表所蒙蔽 就覺得這個國家很大 人口很多 軍事實力平常心講也還不錯 又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所以全世界好像很多人都怕他 以前中國一跳起來 大家就會開始轉變方向 可是我覺得今年的武漢肺炎改變了一切 大家發現原來中國的真面目是 是這個樣子 而且你到處在恐嚇 難道你中國有本事 真的跟全世界為敵嗎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就你中國有本事跟全世界為敵嗎 顯然他沒有嘛 那再加上美國川普這個牛仔 開始出面跟中國單挑的時候 他發現說 我們中國不是無敵鐵人工 我們摸在哪裡 川普真的摸在中國真的會痛 所以世界上很多國家開始講說 那我幹嘛 對你要微微懦懦的 為什麼我對你的戰狼式外交 你這種毫無禮節的外交 我要對你微微懦懦 我要忍氣吞聲 為什麼 記不記得一個畫面 韋德齊捷克的議長來台灣的時候 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正好在歐洲 他怎麼罵韋德齊 結果被德國的外長馬斯當場嗆聲說 這裡是歐盟 對 直接給他拍看啊 這個畫面我們都看過啊 所以顯然現在慢慢的 全球形成一種氛圍 這種氛圍倒也不是說我一定要 對抗中國或是我一定要制裁中國 不是 我認為是全球大家集結大家力量 所有民主國家理念相同的國家力量 大家告訴中國一件事 你要出來參加國際比賽 請你遵守我們的比賽規則 我們的比賽規則是打高爾夫球的時候 不能拿撞球桿 結果你偏偏要拿撞球桿上場打高爾夫球 我為什麼要讓你比賽呢 所以就是其實我們對中國要求也不多 中國我覺得小粉紅跟共產黨也不用崩潰 我們並沒有要求你中國要做的比較多 或是你要忍氣吞聲 你要委屈 沒有 我們只是希望你照遊戲規則來 對 當年讓你加入WTO 結果你有照遊戲規則嗎 沒有啊 中國做的每一件事情 幾乎都違反WTO的規定啊 對 那可是全世界從中國2001年加入 我們也忍氣吞聲了19年了 夠了吧 所以我覺得現在全球就是這樣一個氛圍 可是習近平現在最好笑了 我們現在才不搞小圈圈了 我們現在才不搞脫鉤這件事情 為什麼力建軍演多少國家 美利印澳合起來了 然後日本澳洲簽了那個軍事協定 怕了吧 對啊 因為他現在搞不起小圈圈 因為這個圈子生他一國啊 所以他搞不了小圈圈 現在你覺得世界上哪一個國家 跟中國站在一起 你現在不搞小圈圈啦 沒有欸 一帶一路重點的非洲國家 上比亞上禮拜講說我破產了 我不還了 我不還了 你那錢我不還了 隨便你要怎麼樣 你再這樣搞下去的話 中國只會把自己孤立在國際社會嘛 你光憑拳頭 也許可以恐嚇少數國家一段時間 但是久了之後 大家會覺得說你這樣太超過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 整個國際 延續我上一段 整個國際發展局勢 對台灣有利 台灣人有了信心 我只是希望 在國內所有的政黨裡面 大家對於內政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當這個對台灣來講 不管是經濟上 不管是國際政治上 對台灣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們應該把握這個機會 很努力的大家團結一致 讓台灣推出去到國際舞台上 獲得台灣我們應該有的地位 不過問一下這個義夫啦 這個中國的這個官媒 人民日報說呢 跟台獨分子算帳的日子不遠了 要怎麼算帳 而且我們現在 台灣有那麼多做護國神山 各國還趕快來保護台灣 能夠有一點點損傷嗎 而且今天還有個最新的消息 居然連美國的這個 太空計畫的這個背後 都最重要的關鍵 都是在台灣的廠商 我覺得第一個要怎麼算帳 就看他們要不要打過來 唯一只有過來抓人 我們的人也不會過去了對不對 對 誰還敢過去 不然你問一下定語萬一 你被列進去的時候 他們要怎麼算帳 我相信你一定會被列的啦 不用講 我已經在裡面了 但是奮到去的話 那個是自己違邦不入 你硬要入 就只剩同向 真的 台灣人區要小心 我們覺得說 剛才談到的台灣 其實台灣最近有太多的好消息 只不過大家都把它 似乎都沒有那麼重視到 這個問題 其實台灣有多強 台積電我們不要談了 富國神山大家都知道 十字厲害了 它是矽晶圓片 當然它現在已經在佈局 淡化甲的 就是又要提升他們的材料學 要把晶片做得更好 那另外就是矽晶往上走的話 有一個叫做生化甲的 那生化甲 你知道生化甲半導體 全世界第一大在哪裡 在台灣 在台灣 它叫穩帽公司 穩帽 穩帽 它穩帽 它是台灣第一大 矽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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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在台灣 太強了 不要懷疑 所以台灣的半導體有多強 下一個眼鏡的半導體 更新的半導體叫淡化甲 目前為止台積電已經在研究 在小規模生產市場 小規模生產 所以你就知道我們的半導體有多強 太厲害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當然你談到的就是說太空計畫 當然美國有一家叫做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叫SpaceX 它的公司的名字 它是一個 我們說它是那個太空狂人 星際狂人 叫馬克思他辦的 他辦的 它是 這家公司真的很特別 這家公司它是一個民間公司 但它卻不斷的在發射火箭 這家公司真的是蠻特別的 那這一個狂人 它在2018年 它試射了兩枚的衛星 實驗性衛星成功 它在哪裡 它在哪裡試射的 它的火箭升空是在加州的泛登堡 空軍基地 空軍基地 這個基地你聽起來很陌生吧 它今年做過非常特別的事 它今年從2月8月9月10月各發射了一次 義勇兵三型的飛彈 導彈 這麼威 那個飛彈是飛越了6000多公里 其他軍隊 哪有什麼 反彈 銀行的寄附勢 反彈 第2次 敵藍 然後最有趣的一件事 它在2018年發射了成功以後 它開啟了所謂的星鏈計畫 什麼叫星鏈計畫 它2019年就正式把這個計畫提出來 它這什麼計畫 它要在太空中打4.2萬顆的低軌衛星 低軌衛星做什麼 做通訊 它要把低軌衛星全部串聯 變成什麼 變成全球最大通訊網 我們現在在什麼華為 美國抵制5G怎麼樣 它要用太空衛星走6G路線 所以人家已經是 人家腦袋裡面想的已經是6G了 那我們都知道 大概我們帶過媒體 或是跑過社會新聞 尤其是學委應該都知道 有些你去山區什麼跑新聞 我們的大哥大師死角 公司配給你的電話是什麼 衛星電話 衛星電話 它現在要把低空衛星去串聯 變成一個通訊網 他們已經測試了 2019年年底 2020年他們測試什麼 利用太空飛機音發 Twitter 成功了 所以它現在在走這個 那它走這個路線過程當中 就非常有趣 我們有三家公司 背後又有台灣長的影子 對 既然在這裡面 一個大家非常都清楚的 一個叫金寶公司 這大家都知道 金寶公司其實很早轉型 在做區域領域 基礎領域的東西 基地領域的東西 所以它負責什麼 它負責在星鏈計畫裡面 基地台的組裝 基地台的組裝 那還有一個叫做同心科 同心科它在做什麼 同心科基本上它是在做 傳輸跟接收的模具 它很早轉型到 低軌衛星的傳送跟接收 那我剛才就特別談到 星鏈計畫是低軌衛星的串聯 所以呢 它也參與了星鏈計畫 因為這是它的專長 低軌衛星的傳輸跟收 對 那另外一個叫做四星科 科公司 它是做電子光束 這家公司更神奇了 外界 外界如果沒有了解這家公司 大概就不太清楚 它有兩個 唐太事業的認證 其中有一項的認證呢 發出來有點像ISO 你把它轉換成是 航太事業的ISO 它拿到了 另外一個認證是特殊製程的認證 它兩個都有 其實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認證 它是美國武器條約裡面 屬於合格認證的 國防工業的公司 它還兼具了軍工業 哇覺得好驕傲 對 那種未來科技 台灣都超過關鍵 你要知道很多衛星的東西 要用它的東西 那再講一句 回到剛才的一件事情 我們剛才談到了穩貌 你要知道 國際上面現在有多少衛星 是用穩貌的關鍵元件 又跟台灣有關 所以你就知道 台灣裡面在這一方面有多強 超強 有多強 最近 我們看到了全世界的經濟 疫情在一起 我們不是看到了 大家都哀嚎遍眼 對 你知道台灣第三季上桂市公司 稅後存益大概是7700億 歷史上面的次高 歷史上次高 看我們台灣怎麼那麼爭氣 還不高嗎 所以稅後存益是什麼意思 就是扣完稅以後 股東可以分錢了啦 股東要分這一筆錢 它是次高 前三季的營業總額28兆多 同樣是歷史次高 最高在哪裡 最高在去年 今年碰到疫情我們還是次高 真的 次高 然後你說 太棒了 台灣在經濟上面 在科技上面在什麼 夠不夠強 夠強了吧 對 所以我就說 之前我就說過 你看台灣的這樣的發展 對 我們需要擔憂太多事情嗎 對 不需要吧 所以問他定語了 中國還跟我們講 算總帳的日子 怕是不遠了 我看世界跟各國 跟中國算總帳的日子 才不遠了吧 而且你看剛剛 這個義父講到 我們多麼驕傲 你看我們台灣廠多麼爭氣 中國跟好相反耶 中國國家現在缺錢 在收刮這些富豪他們的財富 你看兩個國家差多少 你看他們的機體電路公司 紫光 武漢那一家 全部變詐騙集團 紫光那時候來台灣 台積電我給你買下來 對 還活得好好的 變全世界獨大 對 獨大的供應者 那你已經雞雞的完蛋了 對 所以你如果回想喔 你在幾年前 你聽到看到那個 中國來 他叫珍珠客 金珠客來 都說我買東西 上不封頂 後來再問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跑到舍頭要買襪子 上不封頂 你是要穿幾乡啦 那我覺得我們從來做台灣 台灣男子也很謙虛 我們不用看清別人 我們常常會看清自己 台灣人有個習慣就說 自己小孩自己打 然後別人豪華 外國人好圓 那我們家不行啦 我一直強調 2020年是台灣人 自信建立的一年 我們怎麼不行呢 剛才講到國防 國防有分真實的 軍事的國防戰力 還有非軍事的國防戰力 軍事的講很多了 剛才學會講 他們登陸件什麼的 那個可以算的 可是那非軍事的國防戰力 才了不起 系頓二氧化系 就是晶圓的原料 你打台灣 你知道921大地震 台灣的竹科 那時候只有竹科喔 現在不好意思 我們台南的南科 三奈米五奈米都在我們那裡 竹科那時候停工 五天吧 全球的股市多垮 那你天然的 找不到聽說八個來買 你只要中國用飛彈 要打我們的晶圓場的時候 你以為全世界會放過你嗎 那都是錢 那都是人家的錢 誰的錢 美國的錢 歐洲的錢 日韓的錢 你喝大力啪看看 以前在伊拉克那邊 常常恐怖分子 抓那個叫人肉盾牌有沒有 學尾抓來綁在那裡 看飛彈趕快炸死他這樣子 這叫人肉盾牌 我們這叫細盾 我們除了細盾以外 微軟啊 對 Google Amazon AWS 我們現在雲 雲端有兩種雲 一個叫中國雲 一個叫西方雲 西方雲的最大供應者 就是AWS 就是Amazon 那它也在台灣 Google也在台灣 這些它把它 資料庫的雲端的 社會 它的主要的實體 是放在台灣 對 西方雲的最大供應者 就是AWS 就是Amazon 那 他也在台灣 Google也在台灣 這些它把它 資料庫的雲端的社會 它的主要的實體 是放在台灣 對 一投資就三千億 五千億 第一個 人家錢在哪裡 對 西方人信基督教的 聖經一句話 財寶在哪裡 心就在哪裡 一三千億 放在你家 你要打台灣 開什麼玩笑 跟你拼命 開玩笑 那雲端放的 都是各國的重要資料 那各國的重要資料 敢放在台灣 就代表台灣 能源供應沒問題 對 經濟沒問題 科技沒問題 最後一句話 安全沒問題 對 這都要評估過才敢放 你家裡的電腦 那個主機 對 有沒有人放在瓦斯爐旁邊的 哈哈哈 你開火它就開始休 休息就沒有了 沒有人會放在瓦斯爐旁邊 一定放在冷氣旁邊 放在書房 對 大廠也是一樣道理 所以 我們的矽盾 現在多了雲盾 對 就是雲端的東西 放在台灣 那我們還有很多盾 傳統產業 多少的零組件在台灣 對 剛才易甫講的 很多原件 光學原件 台灣那些不出產 你的手機不可以上 也就是說 台灣一旦陷入危機 手機無法供貨 這個世界是 手機不能用 冷氣不會涼 冰箱不會動 汽車不會跑 F35不會飛 我給你看看 這就是台灣的本事 對 這些東西都是台灣的本事 我今天看到 另外一個學者講說 台灣有這些本事 中國會不會 為了搶這個本事 來打台灣 神經病 那我們有台積電比較安全 怕有台積電 懷避其墜 所以我們最好通通丟掉 變成一瓶如洗 那個理論不對 也就是當台灣的經濟 科技 全世界對你的依存度 越高的時候 你當然越安全 為什麼阿拉伯世界 可以囂張那麼久 石油在它那裡 所以我不能讓你那邊 大家對於波波踏踏 如果我們講那個 黑烏魯的石油 是在中東 我告訴你 現代科技產業的石油 就在台灣 這些零組件就是我們的石油 全世界要阿 捷克為什麼要跟我們往來 我們可以互補來做這事情 所以這個是有關安全的部分 我常常強調說 中國在發展 中國在壯大 中國是一個大國 我都知道 我們要打你嘛 那中國有它的能耐 但是我們台灣 也不要小看自己 台灣在至少我知道的五年內 除非我們的民心崩潰 我們對防衛自己的決心崩潰 我們的軍心崩潰 如果這些心都崩潰了 我給你F-35也沒用 對 如果我們對自己回家有信心 中國要打台灣是一定失敗 一定拜它 還要付出沿海經濟圈的代價 自己去算 所以它現在每天找一些 它的好子在台灣 哎呀台灣好爛喔 台灣一天就會投降了 台灣武器不行啦 連我們很辛苦的飛行員 現在還在搜救當中 中國那邊就趕快丟消息說 我們F-16投城到廈門去 我跟你講沒有人性的敵人 敵人有時候可以互相尊敬的 我看過一個電影 它叫聖誕節之夜吧 講德軍啊 美軍在對峙的時候 剛好在平安夜 然後呢下雪 然後那個音樂 平安夜的聲音起來之後 雙方把槍放下來 今天我們不打仗 對 做一個可以尊敬的敵人 中共是我們的敵人 但是不要做到這麼沒有人性 我們還在救人 你在侮辱他 最近國防部 其實軍人都很生氣喔 我們的弟兄我們在救 我們這位黨的 講董我們在救他 你講他叛逃到廈門 你哪一個啊 真的 你是怎麼想去 所以當我們的自信跟志氣在 台灣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我們的弟兄我們在救 我們這位黨的 講董我們在救他 你講他叛逃到廈門 你哪一個啊 真的 你是怎麼想去 所以當我們的自信跟志氣在 台灣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不過問一下這個石秋啦 現在中國放話說呢 跟這個台獨分子散 總戰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你怎麼看這樣的威脅 我覺得他是 做給他們內部的人看的 他知道 那種戰藍式外交 我甚至在節目上已經講過 根本就是一種自殺式的外交 他們這種戰藍式外交做內宣 但是他卻成為全世界的笑話 他成為全世界一個類似恐怖主義的國家 這一個大國 一個不管在金市上 在經濟上都算是一個大國 卻用恐嚇的方式 他們只是像一個人效忠 他們不講外交禮儀的 像習近平 像中國共產黨 可是他卻讓他自己 炫意自己 原本有朋友的 變成消失了 原本有敵人的從少變多 到最後你全部被包圍 所以我覺得今天 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所謂的這種 拿內宣來恐嚇台灣 他將來所面對的壓力會更大 小平怎麼看這個 中國最近的這個動作 其實他有一點像這個 獅子王裡面那個土狼有沒有 表面上我跟美國跪了 然後轉過頭去的時候 一肚子壞水 你看轉過頭來 對台灣對香港 台灣現在公佈了什麼 台獨分子清單 香港的部分 他現在催促 香港基本法23條 趕快過 你怎麼看老公的這個做法 我怎麼看他 他就是和尚念經 一直要敲木魚 一直敲 因為台獨一直講一直講 《武力犯台》一直講一直講 那不能不講 和尚不敲木魚的時候 你覺得他怎樣 可能是原籍你知道嗎 就是他一定要做的事情 要不這樣做 他的政權有問題嘛 很無聊 可是還是要做 他有他的苦衷了 那我是覺得 他最錯的地方 對香港違背了鄧小平的 五十年不變 那對台灣最錯的地方 是踐踏國民黨 李鴻 李鴻什麼玩意兒 都可以講 都可以說 李鴻都可以說 這個我們是 什麼 乞丐乞討 什麼爛泥服 什麼大堆的 講那個東西 不是 什麼玩意兒嘛 就是 我跟你講國民黨 是你的護身符 我跟你講 你今天也不敢打台灣 對不對 武力犯台沒那麼容易 當然我們也要避免戰爭 可是國民黨至少是 兩岸對等和平的一個基石 我要感謝兩任的領導人 在兩岸的關係 其他我不談 就是他們的 江澤民的十三年 跟胡錦濤的十年 至少兩岸還對得模糊 還搭有一條好路可以走 你說國民黨是誰的護身符 國民黨是共產黨的護身符 你把國民黨弄得那麼小 垮掉了 你自己去面對蔡英文不好搞嗎 你聽懂我的概念吧 國民黨弄到很小是自己弄的 不要管人家 他弄我我沒有回應才變小 好不好 我沒有回應 我們還是可以膨脹變很大 好不好 還是不一樣的 不是什麼都阿公阿姨 是 偷偷膨脹 所以我回到 他們怎麼樣膨脹變很大 現在變得很小 很簡單 九二共是已成立史嘛 那不要跟老共唱和了嘛 所以這樣回到 我管你成不成為一中各表 我就一中各表 老子就是要講 國民黨就是要講 我就是中華民國 派我就是中華民國 就主權獨立